老师好,接下来我要带老师来申请Padlet 那Padlet他申请的时候呢,有点小小技巧 你不要自己申请,要使用别人的推荐码申请 那如果学校老师已经有申请过 你也可以把你的推荐码给别人 那使用别人推荐码申请的话呢 你就会有六个,自己申请才三个 那推荐人呢,也有好处哦 每三位老师用你的推荐码申请 你会再增加一个免费的看板 哦,他利用这种机的大量做这款 那这个是我的Padlet的这个 那我来申请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 假设说我今天要申请一下 第一件事情,要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用Google注册,来,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拿来要做申请的翻译 登录你的Google账号哦 接下来,请各位就将 我刚给各位看这个推荐码 这个打在哪里呢,打在网址列 来,那各位看一下哦 网址列不是这里哦 要打在上面这一排哦 来,我打上去的时候 好,接下来使用Google注册 好,再点你的账号 你要做什么呢?我要做教育用途 那这个Padlet,你也可以带学生申请账号 你班上有30个学生,你带他们申请账号 用你的推荐码,你就会再增加10个免费看板 那我是谁?如果在学校就学生用学生 我们是老师,就点老师 好,来,那等一下呢,注意看哦 免费版预设只有3个 老师看见吗? 但是呢,我刚刚是使用推荐码注册了 所以当我点进来,开始入门 诶,这样就结束了呢 但如果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达到哦 来,在左下角三个点在那边点起来的时候呢 老师瞄一下 本来是三个 可是我是使用推荐码注册 就变六个 来,麻烦老师,要开始注册了 这就是这种推荐码注册